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雨了 不能在外面溜带了 好长时间没吃猪蹄了 非常非常的想念 走了 买点猪蹄 猪蹄多少钱一斤 308 帮我拿两个吧 这个 然后就这个吧 这个刚刚我摸过了 摸过了再让别人买走就不太好了 39块吧 多重啊 202两 OK 39块吧 你帮我剁一下吧 就是一个猪蹄剁4块 剁4块 对 谢谢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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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小了一点了 躲了半天了 好了 回家吃我们的花生猪蹄了 把猪蹄交给那人 其实做饭的过程中 越简单的食材就越好吃 就像这猪蹄 你就随便那里整 它就好吃 用退役的剃须刀 刮干净猪蹄上的毛 指甲缝里的这些个多余的这些皮 也要有点拔掉 冷水把猪蹄放进锅里 炒一下水 来点姜片 料酒 转大火煮沸 撇去浮沫 捞出备用 油温差不多5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炒香料了 下入葱姜 还有香料 稍微把这些香料 给爆出来香味之后 我们这猪蹄就可以下锅了 看见两个猪蹄没有多少 下锅之后满满一大锅 然后加入啤酒 啤酒和水的比例 大概是一比一左右就好 啤酒不是必须的 OK 我们摸过猪蹄就好了 现在就可以下个花生了 花生也好 黄豆也行 都要提前融融融水泡一下 然后调入生抽 一点点老抽 再加入捣碎的腐乳 腐乳的量加到汤汁 微微变红就可以了 然后还要来几颗冰糖 这些调料都很咸 所以我们不着急放盐 转小火盖上盖子 慢煲一个半小时 当然 如果肯定有高压锅的话 半个小时就够了 好 我们现在给它转进高压锅里 胡椒烤成 大火上去之后 咱们转小火 半个小时就够了 OK 时间到 开盖 这颜色太香了 我们要把给倒出来说个字 如果你不想收汁的话 现在就可以直接开始吃了 记住要调个味儿 我们收汁之前 老样子 还是要把这个 大料什么的给挑出来 把料头打干净之后 就可以收汁了 这一锅满满的椒烟蛋白 今天尝尝味道啊 如果说你的汤汁为了淡的话 那你的肉肯定也会淡 这个时候加点盐就好了 我们就不用加了 收汁的时候 我们要不停地晃到锅子 以免它粘锅 汤汁大概收成这种 可以拉丝的状态就好了 不要收太干 现在有点汤汁拌拌吃 巨大 好了 软糯邦邦谈的猪蹄 入口即化的花生 有了孵乳的撮合 又是一对新CP干饭 这个猪蹄必须得配米饭 一碗还不一定够 入口 嘴就被黏上了 所以猪蹄是猪身上最好吃的那个部位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的 真的太久了 说话之间 一碗米饭就干掉了 好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到点 喜欢我的菜汁的点点关注 我是风味 也是莉莫 拜拜